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协会旧金山峰会11月4日下午办理实体继金山湾区乔交中心Facebook同步跨域乔社及文化培训职业规划 认识AI掌握未来 邀请前盛和西州大电子电机工程系主任陈润吴教授 美国智多星教育集团CTO方玉山博士 Kind Tech Arts共同创办人杨伟洞博士以及舞者 编舞佳继教育工作者MS Dian Lopez de Silva担任讲座 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湾区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咨询导师陈安东 刘莉莉 吴继芳 李奈亚一出席与会协助引导论坛进行 论坛精彩内容 吸引来自全美各地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协会分会 新年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协会 台裔美国学生会及家长近百人参与 透过今天的演讲 能够深刻地让他们了解AI的本质 在不同产业的影响和重要性 都会给他们带来新的认识 了解AI的潜力 对于将来的决策能有更加的信心 这位专家会带来他们亲身的一些经历跟见解 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在场的 不管是我们的青年朋友或者是我们关心我们青年教育的家长朋友们 未来的一个方向 本次论坛由陈润吴教授引言介绍AI及其本质 表示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是 AI对大学主修和职业的规划会有极大的影响 方玉山博士 杨伟洞博士及MS Dian Lopez de Silva 说明市场需求 应用 转型及未来预测 AI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鼓励青年多元了解和掌握AI 将成为未来职业规划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您目前处于求学 求职或就业阶段 AI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 掌握AI技术 与AI共存合作 将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在意见交流时间 四位专家团队现场及线上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学员 家长针对AI提出问题详尽回答 让参与论坛青年及家长闲表获益良多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